這五個人 二十一號晚間 好不容易從柬埔寨 獲救回台 被朋友騙到柬埔寨打工的 正希男子 週日下午終於搭機回台 台灣人遭誘騙到柬埔寨 在新聞上恶行 不斷被揭露 引發國際上高度關注 似乎也因此讓炸團 不得不放人 馬來西亞當地媒體 新一周網 獨家新聞標題寫下 百名大馬人被施暴 送當局喊話 出動救援 其一是被害大馬人 所寫下的求救信 當中提到跟他一起 被關在園區內的台灣人 在台灣政府的協助下 已經被送出園區了 甚至連贖金都不用準備 人就被救出去 只因為台灣新聞 天天都在播KK園區 反問馬來西亞當局 怎麼沒有任何救援行動 根據警政署資料 目前已受理420件 檢國詐騙 截至22日 在政府各部門 同理合作下 已救出72名受困的台灣人 並侦破人口範圍25件 逮捕75人 同時之間 從7月警方開始 執行攬查勸阻勤募 成功阻止二十九人出境受騙 在台灣多方協助 加上跨部會專員小組 與泰國警方深入救援 讓台灣被害人陸續獲救 對此總統蔡英文強調 要加速救回受騙的國人 並堅定掃蕩不發組織 必須讓主事者受到最嚴厲的制裁 台灣人團結救援 也讓人蛇集團不得不放人 三天宣傳江文財 紅松桑台北報導